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十九代的娱乐天皇在魏琴间很赏识他 封他为从议会又大成 醍醐天皇延禧元年901年 实力日益增长的藤原家藤原石凭煽动朝城 向醍醐天皇诬陷 坚原道真气得无反 醍醐天皇年少不知 让他处理此事 藤原石凭带领禁军 连夜地对坚原道真抄家 流放到主州的太宅 但坚原道真根本不知他犯了什么罪 坚原道真的家人则被流放出了平安京 雨落上皇在事件发生 向醍醐天皇说明的情况 但藤原坚根竟然阻止他见醍醐天皇 藤原坚根原本是坚原道真的学生 但他已经依附了藤原石凭 延禧三年903年 年轻六十的坚原道真被流放到遥远的异乡 而家人不知下落 他经不住打击 绝望地死在了太宅夫 运送他的遗体去埋葬 扭车走到了半路怎么也走不了 太宅夫官员就将他的遗体 埋在了扭车停止的地方 坚原道真死后 抵安京开始发生了一连串幻疑的事件 一日潮溺之时 一道雷劈中的清凉电的屋顶 杀坏了提古天皇与其他的功臣 起初藤原石凭不以为然 后来背叛恩师的藤原坚根无故变死 藤原石凭请法师做法 但法师声称他听到了 坚原道真冤灵回来所命的声音 不肯流放 后来不久 藤原石凭就疯死了 坚原道真流放时 继任右大臣的荧光 无故跌落了沼泽 闷死了 当时参与事件的树民朝城 不是招雷劈死 只是暴兵而死 藤原石凭之妹 为提古天皇所生的儿子 宝明亲王如故处死 朝廷意识到事态严重 同年四月举行的圣诞仪式 宣读了坚原道真 右大臣复职招书 以及流放令废除了招书 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 后宝明亲王的遗址 青睐王妖者 年仅五岁 宝明亲王一脉断绝 提古天皇延长八年 九三零年 清凉殿例行朝义 突然一道落雷 披露了清凉殿内 将大难严藤原青 灌云幼中 平溪式给批成了两句死尸 另一道呢 落在雷江三明城 烧死 许多朝臣目睹此景 不是发疯 变成了变成了痴呆 提古天皇呢 也目睹了整件的惨剧 同年九月一命误辜 继位的朱雀天皇 后来奸言道真 托门给一个女子 多知比蚊子和一个男子 太难玩 两人合力在幼井 马场建立了神社 祭拜了道真 近期猖獗了几年的 麻枕水斗竟然跟着平息 得知此事的藤原师 捕获见了北爷神社 为北爷天满宫 且按时祭祀 约时平正是藤原师父的伯父 五十年后 一条天皇正立四年一 避兵的横行 他是奸言道真的冤灵 追封他正一位的祖大成 后传出他托梦 不接受罪真 同年四月 千两殿遭大护重创 朝廷决定罪真他为太正大成 奸言道真托梦同意 经过这样一百年时间 奸言道真的冤灵 终于得以停息 之后再也没有听到他冤枉终所事件 第二 平将门 平将门903年到940年 桓武天皇之孙高望王三子平良将的三子 是日本历史上唯一公然反叛天皇 并且自立为皇的人 他的生年正是奸言道真被流放九州太宅府 寒恨而死的当年 平将门性格倔强 勇以护人 据说他钢铁般的肉体包腔不露 早年在京都朝廷任职 与大伯父平国湘的长子 平真身相互造恶 欲处置恶毁坏 解不适和地方省力死斗 天清二年 九三九年 平将门起了一个反叛之心 他率兵攻下了上野国 并在府衙内大摆宴席 靠赏诸教 突然乌目闯入 旁路无人的走到了平将门前 对他说 他是八方塔布萨的一个绅士 传塔布萨的一个侄子 平将门更是皇室的邪同 显天皇无道 坤越是专权百姓流银 平将是皇室的邪同 帮他投资日本 后来瞬间的不见的人营 在场的所有的人将领会拜 平将门 又会立他为新天皇 日子 平将门自称新皇 仿照京都朝廷设文物百官 把福主他的一单人 全部封为各部大臣 并新都 另部 下去 镇守关东各处的官邑 朱雀天皇 得志后 万分的震惊 任命藤原中文为真东大将 藤原中文知道平将门有个死对头 叫平真胜 派人找到他之后 并认命他为真东先锋 平真胜又找来下野国的藤原首相 在两个人多力和力袭击的平将门 但均无数后 但后两人一方面收集了平将门落顶的情报 天静三年 940年 双方在北山大决战 初时平将门均呈现一个压倒性的优势 而且还运用了之前所学的分身术 分出了六根平将门 但平真胜和唐原秀香早已经做好了准备 早在平将门的爱妻前 身上获取了破解分身脂肪 取出了护腹向七个平将门打破去 被护腹打中后的平将门破了分身脂肪 平真胜取出了瞄准平将门的力量 陈锋是一件命中的一个平将门摇海 平将门溅落麻 藤原秀香赶上火了一道后 结束平将门 平将门的新华美梦 前后直播了三个月就不明了 平将门死后呢 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先是为兄长套取的平将门落点等 几分前期恐怖陈锋而死 接着是看守平将门迷迷的士兵 慌忙好来说平将门的身体消失无踪 平将门的手机被带往了京都向朱雀天皇城堂时 当打开包裹 发现平将门的手机木核时 所有人都被吓得魂呸破闪 平将门的手机一脸愤怒瞪着双眼 口里还发出了咬合时 牙齿碰撞声音 不却天皇下得差点下风 后来平将门的手机被示众 各地陆续出现了闹鬼事件 一天白天 门手机被示众 各地陆续出现 即发生了一声炮响 接着朝空升起 然后向板东的方向飞去 宜得人当场下 朝廷为了停息屏障门的运灵 兴进了屏障门家 但到了德川家康开幕前 陆续发生了一个幻影的事件 直到德川家康入主 江户城又修建了神社来祭祀屏障门 才没有再听到有任何幻影的事情发生 第三 早梁亲王 早梁亲王是750年到785年 第49代光临天皇的王子 申母是高野新竹 皇武天皇同武帝 天平宝自五年 七六一年 因其出申母是下级贵族 吴王立太子而出家 被称为亲王禅师 天一元年七八一年 因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同母凶山部亲王则已继承 视为皇武天皇 后还俗并立了太子 但在延历四年 受到的藤原种 既暗杀式检浅连被废太子 幽静在宇迅寺 找梁亲王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而绝食 后发配了淡路国土中 在河内国高赖桥附近 背风而死亡 早梁亲王死后 相继发生了皇武天皇第一皇子 暗殿亲王八病 皇武天皇 非藤原乙木 肉病死等事 都被认为是早梁亲王的怨灵作祟 因而极度地举行的震魂仪式 延历十九年 追赠崇道天皇 以藏大和国 修建崇道天皇陵 怨灵得以平复 第四 崇德天皇 崇德天皇是1119年到1164年 第七十五代天皇 古最更新 二十三岁时 名义上父亲为 苗女上皇 所必退位 成为崇德的上皇 其实她的祖父 白河上皇和鸟与上皇 的侧妃 贤门怨祖孙 宝元元年1156年 鸟与上皇乍奔 崇德上皇和后白河金皇 等矛盾计划 崇德上皇联合主大臣 藤原赖长和 原为朝永人发动神兵 继日本历史上著名的 宝元是乱 但失败被流放到 暂止 在流放地 她抄据了五部大臣和金 要求送入金 都内 于四中 遭到朝廷的拒绝 崇德上皇为此大怒 咬破手指写下了诗文 要成为日本的大魔王 要取皇为名 取名为皇 后不时不休 愤满而死 崇德上皇死后 她的诅咒意念了 平时临驾天皇之上 掌握史权 之后就开始了近700年的 日本天皇行动魁力的五家政治 上面呢 四个就是日本一直流传的四大怨灵 好像都是皇亲国籍之类的 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咯 大家有什么看法 记得下面留言给我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